奇政相生 你出正兵也得出奇兵 有时候预判到他可能会出很多不好的这种撩乱人心 混淆诗听的做法 你事先可能多加防范 先把他可能出来的各种招式 你让民众先能够打下预防证 那这个就是在时时情差事的时候 你也见证了人性固然友善 人性也有可能会遇到恶 那你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在政党或者在个人就常常会有这样 至于人能不能成就到六祖更高的期待 说身非菩提树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这是何等高的境界 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这已经是超凡入胜了 在凡间恐怕我们还是要仰仗 教育的反省的鼓励的 然后大家能够时时情差事 让自己的心回复到明星渐轻的这种程度 我觉得这个才是单前不论是政党或者政府 回归到老和尚跟他讲的教育的功能 它就是发掘体现原有人性最深的那个本善的意义 而这个本善有时候蒙受了一些挑衅一些诱惑一些压力 它很可能会染上尘埃 那必须时时用教育 用本心的检讨 把它情查事 这个社会才有可能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境界